總共是439 不是特殊色 就是基本款 醫用口罩上個月底350元 9月剛過就漲了89元 標迫400 而同樣價格節節上漲的 還不止一家 實際走訪藥局與藥妝店 口罩幾乎都變貴了 政府的徵收量有提高 二來是說原料的上漲 成本都要調高到50到100塊之間不等 口罩價格比比 9月期萊姐跟康匠 每盒從350元漲到400 漲了50元 漲幅14% 還有男六正光 從299漲到399元 漲幅33% 永遊定價最高 從350元漲到450元 漲幅也必近三成 這波口罩漲價潮 幾乎只要是Made in Taiwan 每盒都貴了50到100元 平均一片也從6元漲到9元 政府您的口罩的品質很差 品質比較好 所以其實也都沒關係 對 可能也不只這四百多塊吧 他還是買啦 口罩越賣越貴 主要是因為進貨成本飆高 以政府徵收熔噴布價格為例 7月期就從原先的每公斤330元漲到420元 漲幅約三成 而這還不是秋冬最後一波漲價潮 知名口罩大廠也透露 10月可能還會再漲一次 經濟部則表示自由市場價格政府不干涉 但一片5元的實名制口罩價格年底前都不會變 就怕秋冬疫情大爆發口罩價格掌聲響起 恐怕再也回不了頭 記者盧依宏王浩次才放不到